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9日 星期一 大陸的局勢基本上每天都變化得很厲害 我們其實也有時候 看扭一眼 就會被他的局勢 騙倒 因為 中共 即使現在習近平一個人獨大 但是其他的勢力仍然是存在的 是沒有被他完全消滅 即使文革年代 他老毛在的時候 下面也有不同的勢力在活動 當時 有陳伯達 康生 這批比較老的人 也有新進的造反派 也有張春橋 姚文元 當時黃鴻民未拉進來 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為首的文革小組 文革小組裏面也有康生 陳伯達 但是他們也是屬於 不同的派別 一個是 那些元老 方生陳伯達的元老 加上另外 江青 張春橋的比較新進 另外還有那些 北桿子 那個也未必能入到 最中央核心 但是也有在外圍 即是在核心外面 佼佼鎮 黃歷關封斥本裕 然後 北大學生造反派 又有聶元子 韓哀貞 拐大富 你可以知道 勢力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板塊 當然 現在的政治形勢也很複雜 是中共 現在 港澤民的殘餘勢力其實仍然很強大 所以習近平 基本上 他縮清也沒有辦法縮清 有些是 表面的人已經被縮清了 但是有很多潛伏 加上團派也是沒有停止過的 大家想想 共青團 每年 都有新的團圓界人 每年都有新的人安排 去做官 升遷 所以他沒有可能消滅團派 因為團派是共產黨培養年青人上來的嘛 你沒有可能將自己的年青人一代消滅 只是壓制他們部分的升遷 比如說國務院總理 基本上都是團派的狼中物 這次 又是要說習近平 我們之前說的一節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大家要聽一下 就是 就是 今年 中共建黨100周年 但是竟然在禁綜日子 他們不是宣布 不閱兵 這個是十分之令人匪夷所思的 因為共產黨 存在 就靠兩件事 謊言加暴力 就是筆桿子和槍桿子 謊言就是筆桿子 透過很多五毛 現在的五毛 以前是 大外宣 以前是寫手 透過那些 文筆 文章 假消息 去煽動人家 鼓劃人心 包括欺騙美國人 欺騙掌委員長 筆桿子就是 謊言 暴力當然是共產黨的槍 解放軍 今年 竟然放棄 他們的法寶其中一件就是暴力 就是不閱兵 不展示基勇 過而就要搞大型的中藝晚會 民藝晚會 希望透過多些謊言 鼓劃人心 因為他知道 打起仗上來 中共的軍隊 不管用 沒有用 用不了 正在這個時間 新華社央視內媒報導習近平 在3月24日 在3月24日視察福建 他在視察福建期間 到訪武警第二機動總隊 這個信息 是之前沒有說過的 因為當時報導的時候 央視 在3月26日報導 但是 這個是3月24日到訪 遲了兩天公佈 而他當時 在24日的時間 全國中國的輿論都說 他這次 是罕有地 沒有到訪 73集團軍 73集團軍 是中共對台灣作戰的主力來的 而這次他竟然沒有去到 其實 是要向 外面放一個訊號 就是 他 不會無短時間 不會武力攻台 這個解放軍的發言人 亦都出來證實了 他們沒有武力攻台的打算 基本上就是想釋除美國 的疑慮 其實我覺得他們現在在做的就是 假裝矮子 表面上就是假裝復遠 實際上當然有其他舉動 不過 他這次不去巡視福建的73集團軍總部 竟然去看武警第二機動總隊 這個是釋放另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訊息 我們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見知識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月費贊助 習近平 他就說 要強調機動總隊是武警部隊機動作戰的重要力量 要全面加強聯兵備戰 堅持聚焦 準備打仗 確保如有任何情況都能夠快速有效應對 擔任 擔負任務完成好 要擔負任務 同時習近平 還要求武警部隊絕對忠誠 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這個是最重要的 坊間就認為習近平既缺乏安全感 又既遇對岸的表現 這句說話是錯的 外面那種分析是錯的 為什麼 武警部隊 不是我們向外打仗的 中央軍會旗下有很多兵種 正規的部隊向外打仗 正規的部隊向外打仗 而武警部隊的編制是我們對付國內的 其實武警部隊就等於憲兵隊 是我們對付半邊的軍人 又或者是我們執行黨裏面的任務 而黨如果要攻擊台灣 不是派黨的軍隊 不是派黨衛軍去打的 是派正規軍去打的 所以 意味著習近平要打的敵人 是在黨內 不是台灣 這個是最重要的政治信息 習近平其實是幾年前 就啟動對武警的改制 中共中央2017年12月印發的 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 的宣佈 長冷度 武警部隊直接由中共中央軍委領導 至此不僅各地地方政府 國務院及政法委失去了對武警的調動權 而且 由於武警不列入軍隊聚烈 因此該部隊實際上是受習近平 直接指揮 成為習長權的直接保障 即是黨衛軍 在這種背景之下 習近平對 武警第二機動總隊強調忠誠可靠 被認為他在 20大敏感期間對中共內部所作的準備 迎接黨內的挑戰作準備 同時 大家也會注意到 在武警部隊的調整過程中 習近平下令將海警隊伍或為歸武警管轄 所以最後就直接成立了武警海警總隊直屬部隊 有跡象顯示 該部隊也參加中共對 與台日的領土增海權 但是大家要記住 這個海警 其實主要的工作就不是打仗 因為打仗你不可能打到海軍 他主要是做一些騷擾的工作 解放軍不方便做 而他就做一些騷擾 但是另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監視 現在他們投資了最多錢 海軍 因為大家知道陸軍部隊投資的錢不多 陸上的東西 最多就是 迫擊炮 地對空導彈 最多就是裝甲車 用不了多少錢 現在海軍用最多錢 你明白嗎 所以他要成立一個海警武警總隊 是要來夾著海軍 因為你買一艘航母也說有多少錢 所有的錢都會用到海軍 還有空軍也會用到小很多 海軍 是連在航母上有一個戰機 海空是聯合作戰的 只是海軍 其實海軍是包含空軍的 所以 他一定要有 一隊軍隊 私人的軍隊 夾著這班海軍 因為他們會造反 你明白嗎 當然 要造反陸軍也可以造反 陸軍控制了 他控制了 北京衛署部隊以及中央警衛團 基本上 沒有人搞到他 而且 陸軍調動更加難 沒有中央軍委政主席直接簽名是調動不了一個地方的陸軍 而且 陸軍 平時沒有打仗的時候 陸軍是沒有子彈的 不配備子彈彈弱給他們 所以想造反 只是沒有 只是拿刀而已 習近平 在福建強調避戰 對於台灣的局勢 或是美國的局勢 當然是有一個威脅 但是 他竟然不去這個73集情軍 其實就是意味著 要放軟信號 要向外界放軟信號 但是也有另一個訊息發出來 就是 他的敵人 現在最迫切的敵人 在黨內 我們上一節 說了 關於這個 H&M事件 由共青團 放這支冷戰射向習近平 其實習近平中了戰 因為他引以為傲的中歐協定 當然是由他的戰狼外交直接破壞 共青團是看準 他跟中歐的關係開始有裂縫的時候 在這個裂縫裏面放弱 當然是落強水啦 讓你的裂縫越來越大嘛 你初初 被A4指解算了 他當你倒一些東西下去 抹開你的傷口 再倒強水的時候 你的傷口就變成巴痕了 巴痕 隨時就斷了 大力的話 所以 他是希望 這個中歐脫歐 中國跟歐洲 如果正式脫歐 這樣呢 基本上 歐洲就永遠在美國身邊 而中共 接下來是很難打的 當然他引以為傲的中歐這個投資協定 既然撕毀了的話 習近平在黨裏面 其實的話語權也削弱了 也是成為黨裏面其他沿路攻擊他的 這個話柄 所以習近平現在要強調 控制武警 要特意探視武警 告訴大家 他的敵人 現在在黨內 他要進行黨爭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信號 我會跟大家說 這一節 暫時分析到這裏 拜拜